水浒传故事 智取生辰钢 原著施奈安 改编徐干 绘画吴光宇 大明府中一年一度摊派生辰捐 梁中书加紧醉逼 牙役四处勒索 害得百姓无不叫苦 梁中书送价值十万贯的生辰钢 到东京上寿的信息 不久就传了出去 这个信息传到了江湖上 给一个叫赤发鬼刘棠的好汉听到了 刘棠十分羡慕去年那些抢了生辰钢的好汉 他认为 这种从百姓身上剥削去的不义之财 不该让梁中书送走 但他自知一个人赤手空拳 没法干这件大事 他忽然想到 冀州府运城县东西村 有个朝盖 外号托塔天王 平生仗义书财 专爱结识天下好汉 就决定去找他 商量集合同道 截取生辰钢 刘棠逐一打定 取路直奔运城县 这天进了县城 在酒楼上喝得大醉 刘棠成醉出城 来到东西村村外 天色已晚 又走了一阵 见山下路旁有一座灵官庙 殿门不关 刘棠便想进去歇一消 天明再进村去访朝盖 刘棠走进灵官殿 也不见有庙柱 就把破衣服脱了 还成一块当枕头 爬上供桌 倒头便呼呼睡着了 这东西村归运城县管 运城县有两个巡捕都头 一个是马兵都头 叫美然公 朱童 管着二十个骑马的弓箭手和二十个土兵 他仗义赎财 结识江湖好汉 学得一身好武艺 还有一个是步兵都头 叫插翅虎雷横 管着二十个使枪的头目和二十个土兵 他原是本县打铁匠出身 力气过人 能跳二三丈扩建 也学得一身好武艺 这天 运城之县石文斌生堂 派朱童 雷横 各带土兵 一个出西门 一个出东门 分头前去茶叶 不说朱童出西门去寻茶 只说雷横傍晚引了二十个土兵 出东门沿村走了一遭 到东西村山下 经过灵关庙 见殿门不关 就叫土兵跟他进去看看 雷横进殿 看见供桌上睡了一个大汉 这汉子燃边一大块朱砂剂 面孔陌生 雷横心想 原来城外真的有贼 雷横大喝一声 二十个土兵一起向前 把大汉绑了起来 原来这大汉就是赤发鬼刘堂 他惊醒过来 措手不及 只得叫苦 这时还不过武庚天气 雷横带了土兵 压着刘堂 直奔东西村朝盖庄 预备要些点心吃 等天明再把刘堂 押借到县里去拷问 庄客报与朝盖 朝盖当即起床 叫开门接待 土兵进庄 把刘堂绑在门房里 然后跟了雷横到后边草堂来 朝盖穿好衣服 出来吩咐庄客 安排酒店招待土兵 把雷横迎进内厅 雷横告诉他 在灵关殿上捉了一个罪汉 看来一定是小贼 朝盖陪着雷横吃了几杯酒 想看看被他们捉到的是什么人 就叫庄上的主管出来相陪 自己推说要去净手 走了出来 朝盖进到门房里来 推开门 用灯笼照了照刘堂 却不认识 朝盖问刘堂找哪一位好汉 找他做什么 刘堂就把来意说了 朝盖听说 就叫刘堂一会儿等他送雷横出来时 喊他娘舅 由他认作外甥 以便使雷横释放 朝盖回到里边 又陪雷横吃了几杯酒 窗外天色已亮 雷横起身告辞 朝盖在后边相送 二人刚走到房门口 见土兵正把刘堂往外带 刘堂一见朝盖 就叫起娘舅来 雷横盲问朝盖原委 朝盖就说 刘堂是他外甥 从小在这里靠他过火 四五岁上 才跟姐夫去了南京 十四五岁又来过一次 此后就没有见过 朝盖夺过土兵手中的棍子 假意要打刘堂 雷横连忙劝住 说他实在没有做贼 不过因为喝醉了酒 睡在灵官殿供桌上 行迹可疑 才把他捉来的 雷横吩咐土兵解了绑 把刘堂还给朝盖 朝盖取了十两银子 重谢雷横 雷横随即别了朝盖 与土兵分了银两 离庄而去 朝盖带刘堂到后堂里 取几件衣服 与刘堂换了 刘堂把起义截取生辰缸 特来同朝盖商量的事情 一一说明 朝盖答应 从长计议 吩咐庄客 引刘堂到客房里安歇 天大亮了 刘堂在客房里 怎么也睡不着 想想雷横 把他当小贼绑了一夜 反诈去朝盖十两银子 越想越恼 决定要追上去讨回银子 打他一顿出气 刘堂走出客房 在架上取了一把破刀 出了庄门 大踏步往南走来 不一会儿 看见雷横正引着土兵 慢慢走路 刘堂赶上去大喝一声 二人就在大路上 斗了起来 重土兵见雷横斗不过刘堂 正要一起上去 忽然路旁的柴门开了 走出一个人来 叫他们歇手 雷横一看 认得是本村学究 名叫智多星吴用 就跳出圈子 把晚上的事情告诉他 吴用心想 我和朝盖自幼结交 不曾见他有外甥 内中必有蹊跷 我且劝开了再问他 吴用正在劝解 只见朝盖披着衣裳 钱筋摊开 从大路上赶来了 朝盖赶到面前 喝住流塘 让雷横他们回去 雷横和土兵走后 吴用问朝盖 哪里忽然来了一个外甥 朝盖就请他到庄上去说话 三人来到庄里 朝盖邀无用进后堂坐下 把流塘旗翼截取生辰纲 来此集合同伙的事情 对吴用说了 吴用见朝盖有意 便也说这事可干 但只一见 人多做不得 人少也做不得 总要有七八个 同心合力的好汉才行 他想了一会儿 想出三个好汉来 吴用说 在梁山坡旁边 十街村中 有兄弟三人 一个叫利地太岁 软小二 一个叫短命二郎 软小五 一个叫活颜罗 软小七 各个武艺出众 可以赴汤蹈火 同生共死 朝盖大喜 马上要派人去请 吴用知道 软氏兄弟还需由他亲自去说动一番 才肯入伙 就在三更时分 离了东西村 连夜赶到十节村去 第二天 第二天 无用来到十节村中 静奔 软小二家 到了门前 只见枯庄上 揽着几只小渔船 篱外晒着一张破渔网 靠山 傍水 约有十多间草房 无用上前叫门 软小二出来 无用只说 他现在财主家 做坐管先生 财主要办酒席 特来要即为礼于 软小二 请无用先生 去革湖的酒店吃酒 二人来到岸边 软小二 解了一只小船 扶着无用下船 把船往湖泊里荡去 正荡着 软小二招着手 只见芦苇丛中 摇出了一只船来 上面正是软小七 两只船一前一后 滑到软小五住的地方 环团都是水 高部上有七八间草屋 软小二一问 一个老婆婆出来 说小五又到镇上 赌钱去了 软小二笑了一声 便把船划开 软小七在背后船上 说他也老是书 无用心想 他们渔民 并因为受官家的科拆 渔航的欺诈 日子不好过 所以不是喝酒 就是赌钱解闷 两只船并着 投向十节村镇上来 划了半个时辰 只见独木桥边 一个汉子 正拿着两串铜钱 下来解船 正是软小五 三只船 滑到水亭下 荷花荡中 都懒了 服无用上岸 四人进了酒店 在水阁下 捡了一副红漆桌凳 软小二叫酒保 打一桶酒 切几斤黄牛肉来 弟兄三个 轮流给无用针酒 吃了一回 无用寻思 在酒店里不好说正事 就只说特来要十几尾 十四五斤重的大鱼 阮家三兄弟都说 这样大的鱼 现在很难办到 看着天色渐晚 软小二要无用到他家去诉一销 正和无用心意 无用取出一两银子 向酒店里 勾了一大坛酒 买了许多 生熟牛肉和一对大鸡 离了酒店 要小五小鸡 同到小二家去 原来软家弟兄三个 只有软小二有家小 小五小鸡都不曾昏去 四个人到了软小二家 在后面水亭上坐定 软小鸡宰了鸡 叫阿嫂再出下安排 到了一更天时 酒菜就都搬来摆在桌上 无用劝大家吃了几杯 又提起买鱼的事来 软小二这才告诉他 十几斤重大鱼 原只在梁山坡有 如今梁山坡 让王伦 杜谦 宋万 林冲 和朱桂他们 集了六七百人 把住了 所以不好去打鱼 软小二说 虽然因此打不了大鱼 但是也因为 官家不敢拆人下乡来 渔民倒省了许多科拆 无用故意说 梁山坡里的好汉 倒也逍遥自在 软小五就把心里的话 也说了出来 无用又说 这些人干的勾当 要被官家拿住了 就是自作自受 软小七一听 破口大骂起官家来 无用又劝了几杯酒 再试探他们 因什么不也上梁山去 软小二就说 他们原意商量过几次 要去入伙 只因听说 王伦心地狭窄 容不得人 才有点灰心 无用知道三人 早有心反抗官家 想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这才把来意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要他们去通朝盖 一起商量 截取生辰纲 三人听了大喜 四个商量定了 当夜过了一宿 次日起来 吃了早饭 三兄弟就跟着无用 离了石节村 取路投东西村来 行了一日 早望见东西村 只见远远的绿槐树下 朝盖和刘唐二人 正在那里盼等 朝盖和阮氏弟兄见了 好生欢喜 六人进庄 到后堂坐下 当天夜里谈了半夜 商议好夺取生辰纲的大事 次日天晓 后堂前面 列了香花灯竹 摆了猪羊 六人都对天立了誓言 立誓以后 六个好汉正在饮酒 只见一个庄客来报 说门前有个道士画斋 给他钱米却不要 只求见朝盖一面 庄客拦他 他竟动手 打倒了十来个庄客 朝盖连忙出来 在桌门前一看 只见那个道士 正在门前树下 一头打一头骂 那道士见了朝盖 哈哈大笑 说他不为投摘画源而来 朝盖就请他进庄问话 道士到后堂吃过茶 又要朝盖带他到内厅 朝盖便邀他 又到一处小小阁内坐定 这道士才说出来 他叫公孙盛 久闻朝盖大名 现有十万罐金珠宝贝 要来送他 做见面之礼 朝盖听说 才知道公孙盛也是为截取生辰纲来找他商量的 就把吴用 刘唐 三软请出来 一起相见 重整碑盘 再背酒摇 饮酒谈论 公孙盛说 他已打听得 送生辰纲的路程 朝盖听说生辰纲 从黄泥纲大路上来 就记起黄泥纲东面 有个安乐村 村中有个贤汉 叫白日蜀白盛 曾来投奔 接济过他银两 黄泥纲行事时 正好到他那里安身 大家记忆 生辰纲来时 是软曲还是硬曲 吴用早想了一条计策 说与众人听了 众人都说好计 决定一计行事 于是准备一切 只等生辰纲到黄泥纲时动手